康哥 今天我要分享的題目是 從順服到猛服 在連續幾週 連續五週的時間 故事講的 全人健康 家庭幸福 每一篇 都有很好的操練 小的各位擁有什麼時候有沒有操練啊 有操練 有沒有覺得全人更健康啊 有啊 如果有操練的話 那你就是從順服 因此你變得更健康 你就更猛 Amen 那講這個順服的題目 其實是不太好講的 因為什麼時代啊 在講順服 你知道現在講順服 我的印象應該只有兩個地方會講順服 一個在軍隊裡面 軍隊講服從啊 服從是軍人的天使 還有一個地方在哪裡呢 還有一個地方就是教會 教會一定要講順服 教會為什麼要講順服呢 是要叫你聽教會的 叫你聽牧師的嗎 是叫你聽神的話 所以 所以 過什麼時代啊 雖然在這個個人主義的時代 在這個自由主義的時代 在這個民主的時代 我們仍然要講順服 我們仍然要講順服 因為我們相信神 相信神的話 你看在救援裡面 羅雅建造荒舟 神叫他建造荒舟 他就說了 他建了多久呢 一百分之多 一百分之多 在過程當中 一定很多人笑他 太陽這麼大 你在搞什麼 但是最後 他們加拉伯的 他們成為 在那個時代 無依蒙正水 你看亞伯拉罕 無召的時候 他是住在加勒里的無論 那是一個肥沃月灣的地方 是一個多麼富足豐盛的地方 他被呼召出來的時候 他連去哪裡都不知道 他是要到那種 那種荒野到沙漠的地方 但是他的平時性順服 那阿威呢更不用講 他被高為王之後 是他苦難的開始 他被追殺 但是他有兩次的機會 他被把沙羅王殺了 但是他很順服 耶穌就更不用說了 這些人 都因著順服而蒙子 不只是他自己蒙子 甚至成為世人的福氣 世人的祝福 這個地方大家有沒有很熟悉 有 這是隔壁的巷子 我剛剛搬進去住的時候 我覺得很不方便 因為騎摩托車或開車 你會發現 我如果車子跳舞 靠著教會旁邊 如果是 明晚我要回家 我不可以轉進去呢 不可以 我要繞繞繞 繞到辛亥路 然後再整公司服務 然後再繞進去 有一點點不方便 那有一次呢 我在那個巷子裡面 因為巷子 我們家是在這個的 後面兩旁巷子 我在巷子裡面 我想說 啊才十幾公尺 我開車轉進去 馬上就到家了 才十幾公尺 我就腦袋這樣想 然後我的輪子也這樣是動 我在剛轉的時候 突然有人跳出來 拍我的引擎蓋 嚇一跳 我就趕快乖乖的 我就趕快乖乖的 就按照 遵御方向整 順服 當我們在擔心道上面 順著擔心道整的時候 我們就蒙福了 因為大家都守這個交通規則 大家都是安全的人 我們常常說 安全是回家回家 你要蒙福嗎 順服的是蒙福的 從順服到蒙福 我們一起討論 現在主謝謝你 謝謝你 這段時間 來聆聽你的話語 主願你的話語 承認我們真實的幫助 謝謝主 這樣禱告跟靠主義主義 從順服到順服 也許這個過程 就像剛剛這個例子裡面所說的 它會有一點點不方便 甚至像羅亞 你可能會比較取笑 像亞羅拉海 本來是在一個好的環境 可能變成一個更不好的環境 像大卫 那就更慘 那像耶穌呢 順服至死 先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順服的過程 未必是非常的舒服的 可能是辛苦的 而且時間是很漫長的 但是聖經告訴我們 順服就能復 那什麼叫順服呢 順服是一個服從高階的 限制或秘密的行動或是表現 低階聽從高階的權利 順從高階的意向 來安排自己的事 聽起來好像 我們好像沒有什麼意識了 就總不得聽你的吧 是的 順服就是這樣子 但是聖經裡面的順服 有一個更高的意義是什麼呢 順服是指順服神 即所設立的代表權 我們順服神嗎 順服神的話嗎 我們如果順服神 順服神的話 我們就更能夠順服神 所設立的代表權 那這代表權利有誰呢 信徒要順服主 妻子要順服丈夫 兒女要順服父母 不能要順服主人 人民要順服執政的 掌權的 今天我們要順服人 我們順服主 同樣的我們順服 神所說的一切的話 我們順服一切所設立代表權利 我們當然同時 也順服這些人所說的 或是所定下的 命令 點章 制度 法律 就像教徒會這樣 但是一個問題來了 我們一直要講順服 那這些人要是 不按真理而行怎麼辦呢 身體裡面一直叫我們順不順服 那他們這些人都不像樣 我們還要拼他們嗎 不是 身體裡面也有非常多 不順服的例子 我這裡舉了幾個 在機會裡面 雅哈掌權的時候 還進去的 有七千個人 是不像巴黎屈膝的 戴玉里的三個朋友 因為不像金像下敗 所以被丟在火窯裡 戴玉里 因為 他繼續的每月像 三次下神祷告 所以他被丟在士坑裡 莫敵感 他不像阿曼會敗 到了新約 使徒不理會 公會祭祀的警告 他們仍然熱切的傳福音 這些都是不順服 那所以我們到底要不要順服呢 其實順服不順服 有一個很簡單的衡量的標準 那就是按著真理而行 若這些神所勢力的代表權利 不按著真理而行 那我們就是順服人 不順服神 我們為什麼要順服呢 因為順服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們為什麼要順服 是因為愛 剛剛提到 耶穌 祂順服至死且死在死下上 因為祂愛天父 因為祂愛世上的每一個人 因為祂的愛 所以祂願意 上到十字架上去 為世人的罪死了 祂因為愛所以順服 再來因為信 遙包還因為信 祂信什麼呢 信有神 而且信那 祂會賞賜那尋求祂的人 祂因為相信神 相信神的話 會賜福給祂 所以祂從家裡的誤兒出來的時候 沒有任何憂鬱 祂能去哪裡都不知道 大家有沒有搬家的經驗 今天如果叫你搬家 然後 你就趕快準備搬家了 等你東西都上車了 你問說到哪裡 我說不知道 搬家還不是這樣 而還家的時候 去哪裡還不知道 但是神 應許給祂賜祂大福 所以祂相信 祂賜祂什麼福呢 太多了 或者是一位信 成為大國 我賜福給你 你的名為大 要叫別人為福 為你祝福的 我必賜福給祂 祝福你的 我必祝福祂 地上的萬福 都要因你得福 順福就謀福 這個順福呢 不只是自己謀福 甚至別人謀福 別人會因你而謀祝 看到我們的 宣儒經文裡面 講到了馬利亞 謀福的過程 馬利亞的謀福 因為經文太長了 在我們主題經文裡面 每個獨家長的謀祐 26到54節 有授了有空的時候 可以回去再讀 再讀讀看 我把它當作四個步驟 馬利亞謀福的過程 第一個 神接著天使跟他說話 他說 蒙大安的女子 主要與你同在 你要懷孕生子 給她起名 叫耶穌 然後以撒白跟他說 你在復原中是有福的 他聽到這些話如何呢 他其實是很震驚 怎麼會有這樣的事 然後他反覆思想求證 跟天使問法 然後他就順服下來 情願照理所說的 成就在你身上 這就是瑪利亞的順服 因此瑪利亞的順服 他自己成為耶穌 成為耶穌基督肉身的母親 成為現在人人都會紀念的 都會提到的聖母 因為他的順服 他產下了人類的救 耶穌基督 來拯救世上的人 使世上的權力都能 今天我們的經歷是不是也是這樣子 當我們從聖經裡面看到什麼話 或是借著弟兄姐妹 或是借著我們的權力告訴我們什麼話 借著什麼人告訴我們什麼 我們有沒有反覆思想 不是我覺得大不可能 或是不能接受 或是我做不到 但是我們要反覆思想 神借著這些人所說的話 當我們順著家給人行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猛服 或只是自己猛服 也能夠使別人猛服 這個是我們家的盆栽 你看看不太出來 我很喜歡 我每次看到這個人就想當兩個人 安心、男情、男情 想當男情跟男情 你看這兩個大花盆裡面 有兩個小花盆 這個多諾植物 當初是在那個小小的花盆 那裡面的東西有多大呢 大概比我的拇指再小一點點 那當結婚的時候 你記得嗎 每個人發一個 那當時可能有多一些 所以我就多帶了一切 還有譬如說姐妹們脫養 我就帶來去了 但是養著養著 每多久呢 一個一個就死掉了 因為不能曬太陽 又不能澆太多的水 像說一個禮拜子 我給他一滴水 多就太多 少呢 就太乾 一滴 不能太多 但是這樣養著養著 還是死掉 後來想想沒辦法 我就把他落到外面去 可是 原來說他不能曬太陽啊 我就試試看 他在外面不是曬太陽 他已經過了兩年了 風吹日曬雨淋 它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已經大到 我就不想怎麼辦了 有沒有 已經充滿整個盆子了 那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呢 這個植物如果是留在小盆子裡面 他如果不願意接受挑戰 他只能在那個小盆子裡面 他都永遠是那麼小小的一次 但是他是在外面 經過風吹日曬雨淋 你看他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徒子徒尊已經一堆了 當我們離開自己的舒適圈 離開自己的安逸的環境 當我們蒙昭 一昭的時候 我們順路下來 也許我們所面對的 是個極大的挑戰 就像馬利亞一樣 未婚懷孕 不要說在古時候 在這個時代 我相信也有一點點的不好意思 在古時候 是要被石頭打死 其他十個月之中 更不要說螺陽 要被笑一百多 那這些石墓呢 經過這樣的翠裂 獅子探出牆外 他已經高到 沒有辦法入棍子 把它固定住了 探出牆外 還不把他起來倒下去了 葉子掉到地上 又冒出來 當我們順路下來的時候 神似的福是大的 就像神似師父 跟亞伯拉一樣 我們今天 也是當年的亞伯拉罕 他順服神的旨意之後 我們也是因著 亞伯拉罕而容復 但是順服真的是一件 不容易的事情 為什麼我們不能順服呢 特別是順服那些 所謂在上的執政的掌群 特別是順服老闆 更特別是順服你的父母 順服市長 常常是 不以原來的心態 真的是這樣子嗎 就像舊約裡面講的 在窗戶記者說的 神喜事真說 你說得算嗎 那我不聽又怎麼樣 沒差啦 半天都這樣 吵紅燈大家都吵了 擔心到了 你有進去過嗎 也有了 我們也不見得這麼 這麼聽話 對不對 好像 也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不僅你又奈我佛呢 這就是不以原來的心態 他有悖悯的關係 體貼自己 就像聖經所說的 體貼肉體 我們常常有自己的喜好 自己的習慣 自己的選擇 我們不想改變 甚至我們未反對而反對 特別是某個老闆 或是某一個老師 或是我們某一個 在上面的人 反而他講的話 我就是不聽 或是我就是表面上的聽 我私底下 我們也不會去做 仍然我心我素 或是負面經歷 所造成的傷害 過去我們可能曾經順服過 但是聽話之後 反而沒有一個好的結果 過去的傷害 成為我們的男主 所以我們不願意去順服 或是我們有負面的刻板印象 這個人講的話 常常都不會兌現 以至於我們拒絕政府 心中的驕傲 我們常常自以為是 自認為強過別人 高過別人 老師有比我們厲害嗎 我想我們當過學生 老師有時候講的話 你會覺得很阿悶嗎 可能有問題 除了專業之外 你專業 有時候還會覺得有點問題 特別是這個人 高高在上 他如果出了什麼包 被你看到 被你抓到 那你會聽他的嗎 他講的話你感受各個問題 不要緊 再來就是缺乏動力 有時候我們很想去做 講的人很有到 當時我們自己 身陷如造 無能為力 唉有辦法 我就是這樣 我好軟落成為幸福 或是你所說的 太久 太遙遠 看不到未來 所以我不願意付出行動 那當然還有很多很多 不能順服的原因有太多 但是我覺得 歸根究體 真正不能順服的原因 只有兩個 沒有愛 當我們不愛神 不可不神的話 或是我們不愛自己 我們不愛別人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順服 想想我們順服 不是因為我們自己的好處 我們順服是因為 對於別人的好處 再來沒有信 我們不相信 在上我所講的話 我們不相信聖經的話 我們不相信聖經的欲許 因為那太遙遠 那是古時候的事情 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我們因為沒有信 沒有愛 以至於我們 不容易順服 以至於我們成為 不以為難的人 成為驕傲的人 成為 軟弱的人 所以我們會得不順服 我過去在 單位服務 因為我單位呢 專門在辦學生平安保險 我就發現 這個人 很快的辦第一次 辦第一次完很快的 各位幾個禮拜又來辦一次 各位幾個禮拜又來辦一次 然後就沒來辦 那第一次辦的呢 是因為車禍 行摩托車 跟學生行摩托車 然後被撞到 所以走路一軟一軟的 然後沒多久又來辦 這是比較嚴重的 住院 然後隔了多久呢 他用了 不是沒隔了 隔了一段時間 他用來辦 這次生活又更嚴重 然後他來辦的時候 他說 真倒楣 一直出車禍 那我就在想說 他真的很倒楣 都是你一直出車禍 別人都不會 我想 他運氣得很快 他也可以被人注意 或者是他真的很倒楣 我相信 我相信 因者這樣的不順服 他不是不謀俗 他可以反而 因為他不順服 上帝所設立的 權力的代表 的規則 他不順服 他不順服 交通規則 以至於 他自己 受到傷害 甚至 當我們不順從 的時候 甚至我們有可能 造成別人的傷害 所以 我們為什麼不能順服呢 像這個學生 他沒有愛 他不愛惜自己的生命 先不要談信仰這塊 因為他不愛惜自己 所以他沒有辦法順服 他不相信 不相信 交通規則 他不相信 速度慢一點 有夠保守他的平安 以至於他的保護 順服 不是這件容易的事情 順服 знаем 一個需要操練的事情 我們怎麼樣來操練順福呢 誰讓我們學習融合謙卑 而任何謙卑的心與順福有密切的關係 我們可以發現常常 一個融合謙卑的人 是一個容易順福的人 聖經說 我心裡融合謙卑 所以你們當作我的惡 學我們這樣的事 溫柔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承受力 不是嗎 神要我們學習融合謙卑 我們想一想在修圍裡面 有很多 融合謙卑的人 有話說 摩西是一個 極其謙卑的人 再往前推一點 有一個人叫做 薩爾 因為 激光的關係他到了其他人 相信大家都 不過這個 這段機會 他到了其他人呢 因為牧羊的關係 他都挖了井 挖完井之後發生什麼事情了 被搶去了 被搶去了 井是拋挖的 他被搶去了 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樣 搶過來 對 搶過來 順理成招 東西是我的 為什麼你要搶走 這很合理啊 對不對 但是以上沒有這樣做 好吧 要我都給你 我再挖一個 可以吧 然後呢 又被搶走了 那你就太過分了 搶走一個就算了 不要搶兩根 好吧 給你了 又再挖一個 結果呢 又被搶 那你說過不過分 太過分了 是不過三嘛 但是 聖經說 以撒這個人呢 柔和前輩 他跟他們爭論 他也沒有 鬧人去把他搶過來 沒有 那是神 祝福以撒 他是要那個鴨兵 尼勒王人 自己來跟他求和 因為他們看出來 神與以撒同在 對不對 他有百倍的修成 所以你要知道 當我們 當我們 有爭執的時候 甚至 跟神所設立的權比 跟我們的父母 跟我們的長官 跟我們的薩斯 有意見不同的時候 我們不說話嗎 不是不說話 不是不說話 但是我們的態度 是柔和前輩 願你們不要相愛聖靈的感動 我們必須你為聖靈的感動 以拜聖靈的旨意 遵行聖靈的吩咐 如此我們生活具有規範 才能行我當喜之所當喜 常常我們這個人 若是女人聖靈的代表的話 我們會有感覺的 我最近 若是講了全人健康之後 我就找到那個去操練 我發現 我對這件事情 對聖靈的感動 我最近常常有感覺 我常常在想到 一件事情要怎麼做 我一直在想那些 然後我就找到 哇怎麼辦呢 欸 就會有聖靈的感動 給我一件經文 或是給我一個指示 一個方案 或是給我一個禁止 聖靈的感動 讓我們能夠 行所當喜 指所當喜 順福主 所設立的權利 我們是因為 慘媚 因為 愚衷 因為 惡禮奉承 因為他們是老大 所以我聽他們 我們是這樣子的嗎 聖靈裡面的順福也不是這樣子 聖靈裡面的順福 神所設立的代表權利 主仆的關係 父子的關係 還有 夫妻的關係 還有 夫妻的關係 是正的長權的關係 他這邊講到的順福 都很明白的講 說不同順福主 當我們順福這些是正的長權的 這些在上的權利 我們這些神所設立的代表的時候 我們是在順福主 而不是順福人 所以我們的順福 是好像 是給主做的 不是給人做的 我們要知道 從不大也必得著 敬業和賞賜 我們事奉的乃是 主其名叫其鼓勵人 必受鼓勵的暴力 我們要相信 我們要相信 即使這些人 給我們非常不合理的要求 我們要相信 那行靈異的 必受鼓勵的暴力 我們如何來回應呢 要他真嗎 在自己的聖經裡面的教導 就是有何謙虛 要相信 神最終在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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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過去在一個單位服務 我認為我的專業還不錯 那時候 我在一個 那時候我做了一個案子 算是在陸軍裡面 那叫能力評估的案子 就是因為 陸軍有非常多的單位 那個時候有大概 二十幾萬人 有很多的單位 然後我就是專門在做 這個單位 到底需要多少人員工才夠 我做出來之後呢 我說啊 我把這些人太多了 需要砍掉三十的那些 我有非常多的 Database的資料 我有那個時候的工作站 下去算 算按公尺 然後呢 我參考一些資料 我寫一個一個畫畫 送到上面去 就我第一關門就沒過 我們副部長說 你寫什麼東西 我跟他爭 我跟他爭 爭認 所有的辦公室都很大 哇 這好大的膽子 今天有感覺長官爭 我是具體力爭 因為我有專業 當然啊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最後當然是 明亮的經濟 那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呢 我應該要順服嗎 我當時要是順不下來都不會好一點的 我後來想想 我當時應該要柔和錢 不是因為 他們意見跟我不同 所以我就升高 我的態勢 升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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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 然後 事情也沒有照我所閃 去走 到最後我還是給乖乖的 順服下來 因為 那是主務所設立的權力 我怨不過 我後來我就學乖了 我後來我就學會了 因為這個單位 是一個非常可怕的單位 這單位在桃園 入住總事裡面 我後來 在這個地方呢 每天加班 那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到兩三年 我有一天晚上兩點多 我還在那邊 辦公室的時候 突然桃園裡面 我跟我同事在討論自己 突然桃園裡面 坐下來 因為我們太早了 我也沒注意他是什麼 就看 哇 原來是一個將軍 原來他也沒睡 他在看我們做什麼 他看一看 他就走了 就是一個這麼苦惚的單位 然後這樣約也加班了 這麼一個不合理的地方 不是約待的地方 若是你要怎麼辦呢 我學了一個功課 我相信這是神 把我放在那裡 那時候學了一個功課 我學了一個功課 所以我順不下來 我本來住在新竹的 我就跟他拼了 我就搬到房間裡去 我就直接搬到 走這裏庫的隔壁 就是石門水庫那裡 就站在那裡住的房子 好 很快我就租過去 我相信 我相信 這是神良給我的地方 要在那邊讓我學功課 讓我這個人來 非常驕傲的人 非常不以為難的人 非常自以為師的人 在那被修憂 被修緊 所以神後來賜給我 是超過我所求所想的 當我把命給他的時候 神的手就借過我 他很快的 把我帶離開 這種恐怖的地方 一年之後 我就離開那個地方 圍著我的順福 神後來大道的字 順福教會 我們知道教會的使命嗎 愛神 愛神 愛人大難以為 這個已經講了十年了 你知道我們愛神嗎 你愛神嗎 你愛祂的話嗎 那你愛大使命嗎 那你做了什麼 你如果說服神 你就會說服祂的話 愛神 愛人大難以為 大使命 我們配合 我們做了什麼行動 還是我們只是意志上 好 對 講的對 就是這樣 我們的品牌 全人健康 家庭幸福 從我們 到健康營 到這邊講 連續系列的講 講完了之後 我們做了什麼 我們有更多的禱告 更多的禱經 更多的 聽聖靈的聲音 關閉世界的聲音 關閉自己的聲音 關閉神靈的聲音 關閉神靈的聲音嗎 我們的聚會 我們是否存在一個敬畏的心來 如果你在這裡 如果你發現 不是發現 我們的聚會是有神的同在 如果你知道神同在 我相信我們的聚會會不一樣 我們是否 我們是一個良善中心的仆人 我們是一個服侍主的人 我們是一個服侍主的人 我們是侍奉 不是來 侍奉人 我們是來 侍奉神 所以我們只要順福教會 呢 因為教會也是神 所設立的 教會 是神在地上 是基督的身體 神這個教會 來造就祂的百姓 使祂的百姓 靈命成長 真理的裝備 是祂的百姓 生樣我們不斷的成長 不斷的成長 就好像我前面 講的那個 我的盆栽一樣 藉著順福 你會 有更好的身量 你會不斷的成長 成熟長大 甚至你的知識 會看出牆外 成為許多人的祝福 從順福到往福 它是一個過程 可能是一個 忽樂福的過程 可能是一個等待的過程 可能要很久 可能甚至我們都看不到 但是 我們拎著愛 我們拎著信 我們就不懂得福 我們不只是自己懂得福 別人拎著我們 我們祝福 我們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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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